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I 这边的商业智慧 中文来讲 不外乎就是我们协助企业或团队去了解专案上的脉络 或者是去进行决策上的辅助 都是这样讲 在工程面或管理面其实就是 很像是右边这些图 我们去建立一些dashboard 我们可以real time的去了解 现在这个系统的状况 或者是对一些数据进行监控 那我自己的理解其实 比较像是 就是第四点就是让事情变得 经过整理后变得更简单 然后可以分享给他人 然后让人快速进入状况 其实就是像分享这一点 其实就是让老板 用我们做出来很fancy的界面 然后去copy 贴上 做成投影片更大的老板而已 其实就是这样 那在一连串的BI之前 我是一个对未来 其实是有点憧憬的 data engineer 所以我想说 我对big data的期待就是像 我会摸一些spark 然后big query这些分散室的处理 有没有机会呢 那我进入状况 数周之后 我发现靠北 那个资料都是csv 然后ecel bdf什么都有 那让我们复习一下 这bdata的三大要素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够大量 它数量也要多 然后它的迭代也要非常快速 对 那我记得老师有说过 就是不只bdata的数量要多 还要够乱 那ok 那这勉强 算big data 我就fine 嗯 那刚刚 其实前面几个talk 在阿林 有一个sushi 他有讲到NiFi那边 对 那其实在ETL 就是我们data engineer 常常做的Extract Transform Load 有很多人会把它变成ELT 因为现在商用软体 很多很厉害 所以比较有钱的 可能会变ELT 对 让那个transform的动作 就一次做完 对 容错性 就是容错性比较高 然后大量资料 要独现之后会做一些平行处理 用一些系统上的自己的功能 那每个人的解释不一样 我自己负责部分就比较土炮一点 所以我用了大量的open source工具 所以我这边以ETL为主 那extract部分就是拿资料 从DB拿 从CSV文件拿 或自己写qualler 那当然Python的话就对应到 我们用request可以做 对各种API打 或者是直接去拉网页 那transform部分就是 资料的preprocessing 那通常我们对资料会做清洗 所以处理它里面的像缺失值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形态的不一致 不准确 或者是它根本是无关的资料 我们可以把它滤出 減少我们资料的体积 那资料转换也包含了一些 indesting的正规化 就是比如说把它的编号 变一致把它排好 然后还有一些资料的分类 聚合等等 根据需求 我们可能会需要 做一些转制的动作 那有一些人呢 会在extract里面 就左边这边做data clean 可是我自己习惯 就是我永远都要留一份low data 以免我把一些 我在资料清洗的部分 把一些未来需要的资讯给清掉了 所以我会 比较偏重把它分开 那最后load的部分 就是把前面整理好的地方的资料 写到我们要储存的位置 那根据我们task的不同 我们可能可以把它 变成 我们要存到sql类的 还是noseql类的 那如果是视觉化部分 我们要做资料视觉化 我们要给一些商用的套装 你像table 没有名table 那我们可能需要 需要写成 把它写进sql 这种要固定schema的dbtable 那如果目标 那我们要用一些开源 或schema-free的 engine 来制作一些个人化dashboard 那我们就写入像noseql的话 有名的开源的 ssearch等等 它是用json format去储存 那 写入资料库这边的话 那sql akami 其实这个orm 也是对一些目标的host 去create engine啊 然后以自己的个人喜好 去包成class等等 用python语法 或用 甚至用 在python里面直接下sql 去写db 对那可以享有一些 module上面内建的一些 就是它那个sql akami有一些就是内建可以处理error 或login上可以有很多好处 那etl流程其实 很多时间都是在处理资料 就是一直清智料 清到它够漂亮为止 那 这个需求呢 就是跟主要两个阶段比 好像 没有一个python的module 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需求 欸 其实有啦 在下一页 我在网路上找到一张图 就是觉得 這個 很有感啊 就是很多的 panda在处理 一间饮料店的订单 对对 然後我看的很有感 跟我很像 为什么 我加工一下 很像就是 大家用panda去 去读 那个ecell的文件嘛 对 那 所以说ecell表格的资料 我们很常 就用python 用panda去处理 它里面整个cell的 stream 还是numeric的资料 那 这些有些套件呢 就是panda 它定义的就是 可以一次处理整批啊 的 的方式 所以我们自己去处理 其实很吃亏啦 对 而且不会比这些前人 去贡献 contribute panda 这些开源的有效率 那 我在自己在官网上面 有一个介绍 自我介绍的文 就是recap一下 就是我是迷途中 python小竹童 caller写太多 那写paster还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 进入paster 这些是比较 我有踩过雷 或写过的paster 对 那再来就分成比较 常用的办公室文件啊 或者是右边 右边跟下面的 就是一些开发者 RD代用的平台 那我自己 就是 就是因为 ecell啦 从ecell开始 ecell的话跟csb很像 所以我们已经有 超级多的paster module 在对他做处理 古今中外都有 那windows user 可能会用过 py32.com 这种东西 那 再来 有一些 就是 我自己不只要常用 下面三个 就是综合一下 看什么需求用什么 那 最近我在论坛 就是python 台湾的那个 FB社团上没有看到 诶 好像大家都讨论 excel wins 这个东西 我稍微google一下 好像有一些 VBA的 就是他对写VBA 好像有一些资源 所以说 大家可以都 参考看看 那我自己也有看一些文章 那 他就有介绍各个 就比较一下 例如说 哪个效能好 还是他对哪个相容 还是他在处理哪一些task 是 专属的 对 就是re-only的这些 那实物上 对excel做实物经验的话 呃 有一个task 就是我们要把 有标色的单位做判断 那其实 open py open py excel 就是我们可以轻易把它sale的那个hub 读出来 我们就知道 诶 它的那个hex的code是多少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它的颜色 那再来 我们实物上有大量的transpose的需求 对不对 就是把pump拉成直的 那 这边的话我就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就跳下去 写一个方法 就把 栏位就分两类啦 然后就是有一类就是说 左边栏位固定要一直出现嘛 那右边栏位就是去scan 去取值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个 对 然后有一天我在查pandas 哇靠 原来有没有这个的方法存在 所以 就 我就尴尬又 不失礼貌的微笑 所以 我就发现我 诶 我刚刚 重新发明了一个轮子 而且它是方的 还跑得比pandas慢 对 对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 再来 就是一次要结束了 那我们讲一下Word Word在食物经验以前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跟Word比较有关就是 文字截取的部分 嗯 文字截取的话 诶 Linux上有开源的LibreOffice 诶 它蛮有名的 它可以用来截取一些 呃 就是一些 诶 Duck上面的文件 然后 然后 那个新的DuckX 就是 Word 207以后 可能 资源性还有 再加强这样 对 它有些 它很方便 可是有些缺点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在 批次处理下 我们大量的文件不断开档 可能它没有正常的 关档 会让它的 那个记忆体使用 不断的增加 然后可能会crash掉 那再来 有些 我们在一些半导体厂 还是一些大厂里面 它有些很多地方是 极其是不能root 也没有appt gate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 LibreOffice可以用 那 这时候我们就求助 Python 有一天Python就看到 诶 有一个大神降临的 有个叫textract的东西 它很像大补帖一样 右边 右边就是它 支援了一大堆的 这个格式 对各种 各种的格式 你就直接位进这个textract 给它extract出来 它就可以把文字拿出来了 对 它支援一大堆的格式 连图片 音乐 都可以 就是声音档都可以拿出来 非常厉害 那它也支援了 就是textract 我找到一个 它是一个OCR 就是把图片转圈字 那它也 里面有包进这个 对 就是 名字很像 可是它就是textract 它要把 它这个textract的东西也包进来 嘿 那 它就是很像 一些游戏的什么 决定版 完全版 尊绝不反版 就是 超级好用的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在文字处理这行 就是文字截取的这个 有一些 存在的挑战 一直存在的挑战 像是我们有数位浮水印 可能会在我们的 檔案里面 所以它是会干扰 你原本要截取的文件内容 它就可能写了一些 达密进去 你就很难 取出干净的资料 而且用Regular expression 也清不干净 对 那或者是有一些 开发者的控制项 就是它会在 呃 就是说Word里面有些人喜欢 就是炫技 不是炫技 就是喜欢买一些 下次选单 有一些 Ratial这样让他选 那这些的话 其实在这些 就比如说刚刚的这个 textract也很难截取出来 因为它其实就是 包在XML里面 对 这会比较麻烦 那 文字情绪讲完了之后 其实在Word的实物上 我们更常遇到 就是要截取 Word里面的表格 它跟Excel不一样 Excel它本身就是表格 它Word里面有表格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那 其实简单一点我们用python 就是basic 我们最简单用python做 那我 就是 就是有一个叫python docs 就直接拿来用 不过 就是大家小心 套件名称会骗你 就是 不要右边不要 不要我去google一下 不要去install到 那个 有一个叫docx 要 要请认名python docx 对 这个才能 才能正确的去 帮你pass 不然它会踩到一些 奇怪的 那个 错误 对 那套件装完 当然就是可以进 开始对这个xml 做pass 所以你就会开始写 例如说用gutube super 用什么xml pass去把这些东西 你要的指导 可能藏在里面 就把它拉出来 很花时间 很花时间 那 当然有稍微进阶一点 就是直接靠google 靠severflow 你就会相信google 永远都会帮你找到更好的套件 然后你就google下去 发现 有一个叫 darkx to csv的东西 你基本上就是 把 DLC插位给它 它帮你 变出几个超漂亮的csv 而且切得超干净 对 所以我刚前一页就是废话 没错 然后 这个方法 这是常人不会用的方法 这我也不知道 大家就想到 就是我们就提供 因为我们平常 我们在提供 user在给我们资料的时候 我们是提供templary 给它填 所以我想到 我要截取 例如说那个fone的资料 那我在里面藏了 两个小小的前后的文字 就是我把 前后都包起来 像quotation一样把它包起来 所以中间就是我要的 fone的资料 对 然后我也可以再把那两个字 把它变成白色的 那user就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那不是很漂亮吗 那我用python的string split 就把它拿出来了 对 不要理我 对 好 那 vord表格抓完 那pdf表格呢 对pdf有很多表格 而且它是很多文字跟图片 融合在一起微妙的组合 所以我有钱陆生介绍一下 那个pdf表格 截取时会遇到的问题 那我用 就超级马力的来比喻一下 第一关呢 就是我们用teblah 就找到这个东西 它很简单 你就是把pdf会给它 然后它就帮你read 所有的表格出来 而且 帮你弄成一个generator 蛮方便的 但是 跑跑跑 来到第二关 它就忽然 就跳上来发现 诶 怎么跳关了 因为难度跟复杂度 就直线上升 快要超过我个人负担了 那一开始我就遇到了 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加密的问题 我的pdf加密了怎么办 OK 求助google 那我们就找到 有一些既有还不错的方法 而且在 stable for上面拿赞 拿很多的 那 又拿来用嘛 就是自己 你也没有办法去写一个 破解加密的演算法 那就不如求助google 可能有一些 还不错的套件 像qbdf 就帮你直接解密 加密的 让你变解密的文件拿回来 对 加密的功能可以废掉了 那 再来呢 table 我们拿到table的内容 但是它的标题 它在描述什么也要找出来嘛 所以我们第三关 我们要找到table的captions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到table的 第一个啦 就是它第一点 我们要找到这个table 它在pdf的哪个地方 那首先要找到圆点嘛 那圆点的话 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 那个pdf 它 我们一般电脑是左上角是 螢幕的左上角是圆点 可是 在pdf 它是左下角 是圆点 所以要小心一下 要做一些 稍微要做一些 转换啦 对 座标上来切换 那 我们把pdf 就是 座标找到 我们要把它给拆了 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要拿哪个部分 对 要拿的是文字块 还是 拿的是表格块 什么的 对 那有一个pdfminor 这可以帮你把pdf给拆掉 拆成各个element 然后甚至 最后我们要考虑字体大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拿这个caption的话 我是想到一个方法 这是蛮蠢 就是 我看一下table 它上面有几个字的长度嘛 然后我就看 一般 反正caption不是在 那个整个表格的上面 很下面 我就是在往上几个字的高度 找一下 或往下几个字的高度 找一下有没有那个字的存在 这样子 所以就是用一些奇怪怪的方法 那 最后 就是我们 可能或许 会需要把pdf 它的各个element的 东西也标注出来 那这个 其实用程式 就蛮难做到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 OCEA的辅助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所以我也尝试了 就是 最难就是 比如说就用 一个ML approach 别人写好的 我去尝试 所以 像图上这样 它可以把一些 pdf上的区域给标注出来 不过 它的准确度 就 它其实就是让你训练 你把一堆标注好的文件给它 它就可以 可以帮你去 标注未来新的资料 可是它的准确度 可以看得像图上一样 就是 没有很稳定 这样子 OK 那 就是这些办公室常用的软体介绍 我们就介绍一些 RD用的工具 就是 工程上可能会用 版本通知 或者是一些 最终issue用的Jira等等 那首先 为什么要比较SVN跟Git 大家不是用Git 谁在乎SVN 对 那不好意思 就是 很多大厂都用SVN 也有啦 有一个PySVN 可是 有点大猜巧 我后来就用Python global 就好了 为什么用global 因为它基本上你的Lex report 它就像这样 就是 第一个depart 下面有第二个sub 然后再来 有一个chunk 然后再来 又一个sub 就是一直穿下去 这些东西你干脆用 就是用global 把它pass出来就好了 对 这些东西根本就是 垃圾 OK 在Jira的部分 Jira这边一样的 Jira也有Jira专用的Python套件 对 那你就安装下来 去追踪一些issue 可以去把这些资料捞出来 那实物上 我们把这些资料抓出来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会有 很多这种 可以看到图上 右边这边有一个 叫custom field 对 它就是 因为Jira你在使用上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些 两位的名称 所以你在用越久 它会有越多这种 数以百计的 这种custom field 所以你要记得在 Jira的东西要拿出来钱 你要先把它的 一个dictionary 先读出来 做一些key value的转换 就是我们要 Custom field的101020 是代表 这是Sprint的意思 你要做转换 否则你在未来 你的栏位名称会 你会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 那 OK 这就是用套件抓出来的 的资料 所以用 因为都是dictionary的结构 所以还蛮方便的 嘿 嘿 那 进到最后 最后部分就是case的分享 对 因为在我们 为什么这边的case 是一个低成本的data pipeline 低成本 因为 user的电脑 都是windows OS 可是我们只有一台 linus的server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 情境图像这样 就是user的资料 都来自于windows 然后我们是linus OK 那我们想想看 好 我们以下分析 不好意思 那重点 那重点 就是我们要协助 user上传资料 对 然后windows 来的data linus的backend 然后我们要整合他们 从windows office 不一样的pdf 啊 然后doc啊 这些等等 所以 然后还有一些 erahandler的部分 那第一点就是 windows data linus backend 那我们用fd 把它解决 那如果是 一支资料的话 我 就我常用的 會用asth去搜它 那它的好处 有点我 下一个case 会细部解少 在 erahandler的部分 那 反正这里是pycon 我们就写python 嗯 那 最后就是 well user friendly 好 那我就让你user 把mail寄进来 然后你的档案就 呃 附件给我 这样我就收到你的资料 那 那 这是大概的pipeline 就是 从 我主要介绍的就是前面 erahandler a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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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可以 去 监听你 新进的档 资料进来 所以他跟quang job 比较不一样 quang的话 他是定时的去执行一些script 可是 这个Idanfer 是你有新的资料进来 他就感应到 然后去执行一些你预设设好的这个script python script之类的 对 不太一样 那在使用上 那我就找了一下 有一个closewrite 它的event 我们要去对它做监听 比较能够去追踪一些档案的更改 或者是档案 新进的档案等等 这个还蛮重要的 那 再来 对 错误处理的部分 对 那错误处理其实在Python里面就是有大量的if else 还有tricep 那 这个 那我们人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人超级好的 我们帮他把 这个档案里面 例如说excel 他哪栏的 哪种错误 例如说datatype的错误 或者是他的column 对 他 哪一栏 哪一行 在 然后哪种错误我们都帮他标出来 对啊 很好 可是这个 我标出来 那我要怎么样告诉他 我们 就是回一封信 然后用Python 寫HTML 我就想到一个漫画 就是有一个人就问说 你用什么语言 然后这只狗就回HTML 噢 这只狗是个字障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会骂说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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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范例啊 这边就是 把其他人组一组 然后用HTML tag可以把 我们就不用自己用手key tag 是用这些包好的东西把它 把数字再喂进去 对喔 就组成一个 还OK的 可以标示出错误的 就是Python 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 其实现在有 Ginjar 2 所以这种也可以 可是那时候没什么时间研究 所以我就没有去使用它 嘿 那再来的话 这是自己的老骚 就是当时我把这些错误全部抓出来 我只花了五分钟 可是我写了HTML 的错误回报 我写了五个小时 对 对 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Case 那其实的话 这个是有渊源的 其实就是这样图 就是User想要跟我们解释 他们有开发上的一些Big Data 就是从Gira来啊 从SBN来 然后我们想 需要我们自动帮它 找出 是 为什么他们会有bug 他们bug要怎么解 对 然后我的表情就像右边这样 就是 User提着AI跟我讲 我们有Big Data 可是我就是 蛤你在说什么 对 好啦我们还是建了一个 Pipeline出来 那 Recap一下就是这边一样 收拾要方式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Parser 那我们大部分的文字处理 有Text Track介入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嘿 然后 再来就是 我会把它接到 AiSearch上面 然后 或许我们有AI吧 或许 OK 所以说就是更多的AiSearch 我会着重在这边 那 AiSearch这边它是一个 NoSQL NoSQL 然后Schema Free 或者是说Schema Flexible 因为它其实 还是需要 有Schema 就是它 它会帮你自动文件进去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组Schema 所以你当你有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文件进去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错 所以这边要 也是要注意一下 它并不是完全 可以支援到所有可能性 嘿 那它就是全部都是用Json的 它就是全部都是用Json的 它的 它资料进去出来 都是Json 那Query的语法也是用Json 对 所以跟Python的Dictionary很搭 非常搭 那可是它 有一个叫Query的 它的语法就是用他们的 Query的DSL 它的学习期限 学习期限还蛮高的 所以可能要多看一些文件 才能对它做引擎 但是你熟悉之后 你就可以做一些 客制化的搜索引擎 对 用它 那就是它大概Query的 有点难 有点不清楚 不过就是Query的话 就是用一大堆的 那个Json 对 然后出来的结果 也是一大堆的Json 嗯 那 人家是 建商在讲 工业4.0 因为他们 就在下一个阶段 可是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model 对 所以我们是AI0.5 对 我们1.0都不算 那 user这方面呢 我们 就是他们想要做一个像 Google 可以搜寻 我们就帮他 有一个接近Google等级的 搜寻的体验 对 然后 例如说 我有想到 什么东西会像Google OK啊 用空白键 就可以把你的关键资格开 或者是 你的结果是要rank过的 然后 然后他 资料进去之后 可以马上index 就可以开始搜寻 对 也许是他们的需求 那 backend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 我需要可以模组 因为我们到时候写到后面 库里语法已经变得像 这样 对 看看我的波动权 已经这么大了 对 就是变得一大堆的 indent完之后 就变成一大堆的 这种 这种大括号 所以 这是 ES 避兰的 路途这样 那 对 就是 就是我们 在backend这边开发上 需要可以做模组化 就是 也不能让它长那么丑 那 所以我就把一些 我们query上的 逻辑 的策略 写成 一个一个的 小小的ditionary 摆进去 摆进去后发现 哇 我现在变成没有那么胖 可是 没有那么丑 可是变得超长的 因为我的list 串到后面 已经长成这样了 对 其实可以换行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铺一个羹而已 结果上就是 就是我的卷轴变超长 我的那个横移卷轴 会变 长到这样 然后我这段分扣 我再也不想打开了 对 那再来 呃 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domain 就是这些资料 它的domain 相关的一些label 像 我就举一些 我们今天opass的app 就是像 他就有帮你说 这个东西是中阶的 然后它是中文演讲 英文投影片 然后它是跟什么区域相关的 其实这个label出来 对搜寻的效率改善很有帮助 那最后就是用一些 已经有的feature 像 其实在搜寻bug 这些东西一直有一个 很好用的东西 它们不用 它叫jql 它就gira上面用来 就是它在gira上面 有点像下sequel一样 把你的bug 然后根据分类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 结果上的like 一些match 这些东西 都其实用这个就好 但是它们一直没有去用 反而叫我们写 我是不太懂 那 所以说 我用了那个jql 之后 有人在问我说 你怎么 这么漂亮 这个语法怎么这么好下 对啊 然后写出来结果这么好 他说 我抄他的啊 就是我就是把jql 搬上来 你送curric过来 我就把你接到jql 在jql上面而已 对啊 嗯 那最后啊 对于这个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bug search 这个AI0.5 有一些就是 需要有的部分 需要有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可以去 符合user的携带 对 我们要 user想要什么 我们就要一直把它改 然后再来 UAT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 跟user上面 它使用 用一用 然后我们把它测 就等于说 让user帮我们把bug提出来 它们不好 它们不想要的结果把它滤掉 然后再来 有一些就是 一些nightly的build 变成hourly 就是你每个小时都要帮user去 把他们现在用的情况 回报给你 然后你要把它做一些改善 对 那 有一些是 它刚刚是一些 一定要有的 特性 那这些是 最好要有 就是说 我们这种clery的好坏 其实需要一个 机制去 让user可以rating 然后再来 我们其实 基本上也应该要有 这种自动完整 才会跟google越来越想 对 然后最后就是 其实有尝试用 把这些资料做一些 semantic analysis 就是做一些分析 例如说 它搜索出来的东西是 好 是坏 还是 是什么类的 是A类 B类 这种东西要做 可是 后来发现 就是 这些 因为我后来就自己去 survey了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可是做出来发现 准确率就是50% 那不如自动版就好了 干嘛要做这个 对不对 那 最后最后就是一些 就是 在开发上 就是 觉得一些 自己整理出来的 自己觉得很酷的一些名言金句 像 就是 我这样 这个speaker 这个talker的分类叫 best practice 可是我自己觉得 它就是一步一步去尝试去 用google 然后用python去 去做try and error 然后去做出来 然后 得到一些自己觉得 不错的解决方案 然后提供给大家 然后再来 其实对于我们开发上 的 就是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 不是 其实也不是找什么local 还是global 我们其实是在找 对users最好的方式 对users觉得好的 我们才是好的 对 并不是什么 太客观的 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 请大家 珍惜 身边的front end 对 我们这些 这些back end 把东西弄出来之后 都是他们熬夜 把界面刻出来 我们才有 这么好的界面可以用 谢谢 好 我在slider上面 好像有看到一些问题 对 那 你这边看得到吗 好 那还是我这边 我这边来 OK 放一下 高卡 可以 你可以接吗 你再拍下去吗 这里有很多 我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有用过怎样的etl软体吗 呃 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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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发算吧 对刚刚前面 诶 那就是 我不确定用 它算不算是叫做etl软体 不过像 我最近有在用一些 像sprunk 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sprunk 它也有kind of 就是kind of 是一种etl 因为它其实有截取 也有做transform 也有做loading 可是 其它最重要的是截取的部分 只是我们后面的一些转换 或者是把它做成dashboard 就有点误用到它的特性 把它变成了 把它变成BI软体 这是 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些抗物 对 那 第二的话 那个 不太懂什么是cstg 第二题问的 有 有在现场吗 有没有 第二题是 所谓的资料留一份是stg 或者是ods 这样切schema吗 这一题 那种 完整的 不要缩写 我会比较 才不知道怎么讲 好 那我们时间有限 还是再看一题好了 嗯 有用过 ecell 哦 你能来 sys吗 是什么 那是什么 哈哈哈 OK 好 嗯 pars ptt 哦哦哦哦哦 对 其实有讲 我本来有讲 本来有放 可是后来觉得跟其他太像了吧 它其实就是 跟pars pdf 跟doc 其实都是用那个 刚刚说的telex write 把它干掉 就对了 可是 因为它有分頁 它可能 以前在处理上 我会把它转成pdf 再去做 所以它实际上它的pdf的特性 就是一页一页slide的特性 可能 就会 被打掉 可是实际上你用 我刚刚说的一些 Win32Con 就是用一些 适合它的软件 它还是可以把它的xml 拉出来 然后去 比如说你要pass 它的什么大纲啊 你要pass它的summary 什么的 有试过 有试过 可是 后来是把它转成pdf 对 就是把它视为pdf一起处理 那最后 还有时间 像最后一题 一些结完好了 在资料收集分析 與归类中 有处理图形 或是压缩binary 檔 的case study吗 那bottleneck 会在哪里 哦 图形的话我不知道算不算 因为其实我们的确我们把 刚刚说的我们把pdf拆解之后 有一些图档就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资料上的确有很多的jpg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 呃 我们 我们 与其说整处理 我们不如说我们把它摆在那边 让user 因为我们有 有 有 有那个pdf的档名嘛 然后有它在第几页 然后也有它这个图片 也许有它的名称 那我们就可以一样 拉到yes 设计上面 把它 秀出来 就是用搜寻的方式把它摆 摆这些 檔名 摆这些 呃 我们的label 把它搜寻出来 那实际上 就只是搜寻而已 那搜寻的部分 还是一样要感谢我们的frontend 帮我们把这个搜寻的界面做出来 那binary檔的话就 比较 没有 对 好 那应该issue都解完了 那如果还有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 可能也可以在slider上面 再提出你的问题 那我们再请江泽在线下回复好了 那我们 谢谢这一场的江泽 谢谢 掌声谢谢